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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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庞大的墓葬群 发生过怎样的传奇故事 可这些谜题还未解答 新的疑问又出现了 大殿山M2号墓又出土了一件考古队员从未见过的器物 这一天考古队员像往常一样清理沐丧 手铲刮过田土 突然考古队员的手被一个坚硬的东西划伤 就是我们在清的这种过程当中就是在扫这些土的时候 那手会挂着嘛 这样就漏出来 才发现它这个底下有个这样东西 现场领队王黎锐预感 这将是一个新发现 果然 微微产起泥土 考古队员看见了熟悉的绿色 当时张牙五爪的 谁知道最后一整个掏出来 大家都惊喜了 当年那件让人惊喜的发现 如今就保存在云南省宝山市博物馆中 这一组器物一共五件 当初发现时 它们就聚在一起 长久的掩埋 使得同质器物表面布满绿绣 出土的那一刻 好奇 惊讶 不知所措 不知所措 扑面而来 在M2清理当中 它有木坑的中部 中部它出土了一组 很奇怪的东西 它那些东西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个也是全国应该是独一的吧 全国独一的东西 所以这个M2很多东西 不是在云南没见过 在全国都没有这种东西 五件器物长短不同 粗细不同 但都细长 两端尖角自然上翘 横截面弯曲成人弧状 中部各有一个环 整体质地坚实 面对这样陌生的季物 经验丰富的胡长城 直到今天仍记忆有心 刚好十个 五个一组 两组 摆在木坑的中间 两边了嘛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它那个有点像个传状的 两边很锋利很尖 这是什么 观察数量 一组五件 观察大小 恰好能与人的五根手指 一一对应 但即便已经出土多年 考古工作者对它的探索 仍未停止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馆员杨帆 经常回到宝山 不断研究 这组是做的复制品 它是这样带的 不太清楚它的功能 是当做武器 当做武器 还是一个某种工具 竟然能很轻松地 戴上手指 似乎是专门定做一般 每一件都配合着 每根手指的长短 在观察指环的直径 竟也一一对应着 每根手指的粗细 加持青铜打造 外壳坚硬 考古队员很快就推测出它的功能 当时我们就不太清楚 但刚好它是两组 它摆放位置来看 也像牧主人 放手放的地方 所以推测可能是同指护 就是护手用的 但是看这个东西有 除了我们要同指护 但更多来说 它应该是有攻击性 它很锋利 在争斗的过程当中 它有手要捏在一起 握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护着手指的 不会被别人的刀刃 扛到手指 冷兵器时代的战场上 战士紧握兵器的双手 极为重要 如果有一套手部护具 将会大大提升战斗力 宝山学院工程技术学院 副教授王孝明 在观察这一组复制品后 从设计角度 肯定了护具的推测 这个同指护设计成这种 中间是弧形 两端翘起的作用 那么我推测 主要是想保护我们手掌 在张开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手背 不会受到这个指护的伤害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指护是一个瓶状的 那么我们手掌在张开的时候 一旦受到外力的作用 那么下端的这个尖 就会对我们的手背 产生一个伤害 所以设计是弧形 可以有效地保护我们的手背 弧状的设计如此重要 智慧的大殿山鲜明 早已深谙 依照功能 考古队员为他起了一个特殊的名字 我们定名的叫做同指护 但在仔细观察后 考古队员发现 这组同指护不仅能保护双手 锋利是他另一个显著标志 这样的特征很难不让人联想到 同指护还具备另一种功能 把它套在手指上 它还有这个 它的两端是尖的 非常尖锐的 那么这个肯定是一种实用器 它不是钻石品 它肯定比如说在 战争的过程当中 它作为一种短兵器 一种兵器 一种短兵器 考古队员再一次推测 那么如果这是一种兵器 它如何使用 在何种情况下使用 杀伤力如何 防御效果又如何 一系列问题迟迟得不到解答 此时 一名考古外行 宝山学院体育学院副教授 安灵记 从中国武术的角度 提出了一个思路 咱们的这个武术当中 有一种拳种叫向心拳 向心拳就是模仿 这种动物 或者是一些英雄人物的 一些状态和一些动作 比如说我们的虎拳 虎拳的这种 它和我们的这种拳掌勾以外 它还多出一个爪 好 一个手型 那么这个更多的我们的发力 就是用在这种指关节上 更多要练习的这种指关节 向心拳是中国武术家 模拟各种动物的特长和形态 发明出的拳术 以此充实积极内容 在中国武侠电影中 向心拳时常出现 这其中就有取自福建省传统拳术的虎拳 防虎之行 取虎之计 在虎拳中 尤以一双虎招最为重要 五指纷张 向掌心勾曲 有如爪壮 而在虎拳的手法中 抓尤为凶猛凌厉 难道大殿山墓葬群 M2号墓出土的 这五根铜纸户 在模仿锋利的虎招 但很快 自幼练习武术的安灵记 却发现五根纸户的设计并不科学 这个东西 如果是要用在纸关节上的话 那么我们必须要 带在这个纸截上 如果把它带到这个身部 首先它一个 它没有这个 基本上这颗手指基本长度长 然后弯曲的时候 它对于这个纸户 没有任何改变 与此同时 宝山学院工程技术学院 副教授王孝明 在深入研究后 也发现了这组铜纸户 一些不合理的细节 如果使用这种铜纸户 进行水平的这种攻击的话 那么第一个是 它的长度不够长 那么对对方的伤害 基本上起不到作用 那么另外一个 如果在前端 遇到这样的一种阻碍的话 那么相应的反作用力 会对我们的纸关节 产生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王孝明发现 无论是水平攻击 垂直阻挡 铜纸户作为武器的效果 都不能令人满意 这与安宁记的观点 不谋而合 他甚至还发现了 另一处不合理 铜纸户在用于作战时 在某些情况下 有时竟然会伤害到 它的使用者 那么如果使用这种铜纸户 采用这种方式 进行攻击的话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当力作用在这个 铜纸户的指尖的时候 那么产生的力矩 会对我们固定作用的 这个手指 产生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反作用力矩 那么很容易使用我们的手指 产生这种扭伤 所以攻击效果不是很明显 在手指完全弯曲的状态下 铜纸户锋利的前端 的确能瞬间抓伤敌人 但反作用力 会让后端同样锋利的肩 直接扎进自己的手背 杀敌胃骨 尽遭反噬 这样的反转 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冷气 他只做了一个这种开放式的 这种开放式的 如果是用来再当作兵器 或者是一种武器 或者是一种攻击性的东西的话 那其实对自己的手的伤害 反而比攻击的还要严重 但是我也奇怪 如果是他要用来攻击或者防护的话 他为什么不做成一个半包围 甚至全包围结构呢 所以如果是真的他作为一种 在战争中或者是在搏斗战争中使用的话 我个人觉得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只起到一个防护自己的背面手的重要 而且在这种防护背面手的同时 你还做其他动作还很不方便 安灵纪强烈质疑这组同职户最初的设计 这种别扭的状态 会让战场上的士兵极为不便 很快 这个问题就转交给宝山学院艺术设计 与珠宝学院教师张震东 在将同纸户三维扫描建模后 张震东同样否定了有关兵器的推测 像古代打仗的话 如果戴这样一个纸户 那么你在使用一些别的武器的时候 它肯定会受到影响 那所以说我们的考虑 它可能不是一件兵器 的确五根纸户能抓伤敌人 但作战时也的确会影响手部的灵活性 甚至扎伤手背 这实在很鸡肋 五根同纸户作为兵器的推测 就此被推翻 那么如果不是兵器 会不会是一种装饰品呢 这个纸户我们戴上之后 我们从这个背面来看 它可以把我们整个的手指覆盖起来 但是如果说我们弯曲之后 它就会翘起来 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作为一个饰品 那平时我们生活的时候 如果这么戴 那么它并不太实用 从设计学原理解图 这组同纸户实在是有点反人类 五根同纸户不是户具 不是兵器 也不是生活中的装饰品 但它们却的的确确的 出现在大电山M2号墓中 它究竟有着怎样的用途呢 张震东接过谜题 它将从自己的专业出发 进一步分析 那这个纸户的话 它一套一共有五件 那我们在现场测量之后呢 它每一件的这个长度和宽度 都是不同的 那所以它这个纸围呢 是根据一个人的手呢 它的手指的不同 去做一个专门的一个定制 正常男性的这个纸围 那一般都是在18毫米 到20毫米之间 同纸户为量身定做 这与先前的推测一致 张震东通过纸围数据 也明确了使用者为男性 甚至勾勒出 这位男性使用者的 大致年龄与体格 那像这个手寸的话 它这个拇指 它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猜测 这个人呢 可能是一个比较健壮的 一个成年男性 推测又进了一步 大殿山M2号墓主人 这套同纸户的主人 为男性 成年 身体健壮 同纸户既不是户具 也不是兵器 但发现于墓中 就一定有存在的价值 会是什么呢 身体健壮的成年男性 墓主人 没有日常佩戴 那么会不会 在一些特殊场合佩戴 那我们的分析 它可能就是一个 祭祀的一个用品 像古代的一些巫师 那在做法师的时候呢 来佩戴这个 这样一个织户 墓主人 有可能是一名巫师 这样的推测 让人感到意外 宝山市博物馆馆长 王黎瑞 连忙查阅相关资料 在以往发现的器物中 对比验证 他发现在云南地区 巫师不仅出现在 古老的传说中 与巫师相关的图腾崇拜 也出现在一些 随葬品的细节里 因为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的童中上 已然出现了很多虎的造型 所以对虎的崇拜 实际上呢 在爱老民族当中 我认为是已经早就存在了 我认为呢 你看 它上下都是可以的 就跟这个老虎打架一样的 啪刷都是可以的 横的 竖的都是可以的 斜的都是可以的 但是它唯一的 我认为它在使用过程当中 是不能直夺的 因为你这边也是尖的嘛 那你受力以后就伤到自己了 除了这个之外 确实是 那么正因为这样的 所以我才想到 它就是跟这个动物的 一种使用方法一样 回到原点 回到最初虎找的推测 王黎锐推测 同纸户会不会和虎有关 因为它跟虎 对虎有认识 所以像虎的爪子一样 这个纸户的来历 作为兵器的使用 它最粗的这么一个造型 会不会跟这个有关 在中国西南地区 虎的崇拜有着大量证据 华阳国志记载 先秦时期 北起汉中 南至恩施 东起霞江 西吉卢前 曾生活着一个古代族群 巴人 以虎为图腾的巴人 会将虎的形象 刻在他们的短剑上 并且这样的虎文短剑 在考古中大量出现 同在西南的古属人也崇湖 山海经记载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身大泪虎而九首 虎身而九尾 人面而虎找 他就是开明神 他的另一处身份 就是蜀国国君 研究表明 传说中古代巴蜀猪王 大多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神力 这正是巫师或祭司 才应有的能力 仅凭一组刑似胡找的同指户 就判定大殿山M2号牧主人 是一名巫师 有没有更多有关巫师的证据 考古队员回想起此前 在这一座墓中发现的一件器物 这柄弯刀与此前大殿山出土的弯刀 风格一致 延续着一贯的人面纹饰 但刀背上却多出了四只小鸟 月 最初是一种武器 以劈砍为主 发展至后期 月常被用于遗仗 有寿面 有人面 礼器是考古队员的初步判断 但同月上为什么会有四只小鸟 鸟的形象象征着什么 考古队员联想到 在同属西南的三星堆遗址 曾出土过太阳神鸟金箔 和沾满神鸟的青铜树 三星堆的鸟 代表着古属人的太阳崇拜 这些器物与大批青铜面具 青铜人像 一同出土于三星堆的 几座祭祀坑 而在当时 主持祭祀 大电山现场的考古队员 没有停下 很快 新的证据又出现了 我们在这个 鞋坡洞葬墓的这个树坑里边 首先呢 这个位置发现的是 有一组小铜铃 考古队员在M2号墓 墓口的位置 发现了一组铜铃 一共有六只 形质和大小一致 穹顶形铃身 表面无纹饰 上部设有环状耳 内有横桥和铃舌 铜铃铃的形式很怪 它是圆的 底下也有个蛇 这种东西 这个就像我们说的 有点我们惦记 它小叫铜铃 如果特别大的话 也同中 因为它这个气形小 这可能是一种装饰品 这样小的铃铛 在今天大多只是装饰所用 而在古代中国 铃铛还有另一种功能 河南掩尸二里头 下朝都城遗存 2004年6月 考古队员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 发现了一件绿松石龙形器 不远处也有一件铜铃 根据出土时的位置状况 学者们推测出 这一组器物被使用时的情景 拥抱着它 把它揽在怀里这种感觉 所谓的慵懒 应该是用牧主人的臂弯 不是做慵懒状 然后这个胳膊上 再带一个铜铃 而这个正好这条龙的 龙形器的上面是一个铜铃 也就是说这个铃 这个铃在龙身上边 那么我非常怀疑 这个铃应该是系在手腕上 它是舞蹈的时候 然后跳舞来舞动它 怀抱着一条绿松石龙 手上绑着铜铃 在人们的簇拥下 一边跳舞一边跟唱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这是个有范儿的人物 对不对 请想象一下 当时的这个绿松石龙 是从碧绿色的 碧蓝色的 然后呢 这个青铜铃 那个所谓青铜是生锈之后 焕发出青绿色的光彩来 当时是金黄色的 金黄色的叮当作响的铃 和这个碧蓝色的龙 合在一起 拥有绿松石龙的人 或许就是一位 主持祭祀的巫师 诗经中记述 周王祭祀于宗庙 就有龙骑洋洋 和灵泱泱的场景描写 大殿山M2号牧主人的身份 越来越接近一位巫师 但严谨的考古学者 立刻又推翻了这个推测 从出土位置看 这件铜铃 并不在牧主人身旁 根据最后的这个 树井和牧室的这个位置来判断 它应该不是在牧室里边 棺木里边的 它应该是在牧室外边 铜铃竟然出现在棺外 这与其他随葬品 都放置于木棺之内完全不同 令人捉摸不透 至于是为什么 带到这个地方来 还是说当时埋葬的时候 就遗留在那个地方 还是刻意为止 这个目前没有什么样的 一个研究结构 这些铜铃独立散落于棺外 究竟是牧主人刻意为止 还是另有原因 暂时没有答案 关于巫师的推测 再次遇到了困难 然而 就在考古队员还在思索时 又一件铜铃出现了 清完以后 然后就发现 先出的小铃铛了 出的小铃铛 我们认为又出小铃铛了 这一次铜铃的出现 就在牧室中 并且位置刚刚好 但是后来他发现 它上面还栓着一个东西 就是实际上就是那个 四颗鼠编在一起的 一个环状 那么根据它出的这个位置 和它的这个数量 也是两个 分别在两边 那么所以我们判断了 它实际上是在手腕部 当时牧主人 套在手腕部的一个装饰物 不同于墓口发现的铜铃 这一件铜铃被直接带在 牧主人的手上 考古队员将其命名为 细鳞铜铃 今天 这种装饰性极强的手腕 一般多为女性佩戴 而眼前的这件细鳞铜铃 却戴在一位健壮的 成年男性手腕上 如此装饰 有什么含义 咱们现在还清晰地能够看到 这个镯子的宽度 也不算是很宽 但是很明显 分别一边有两条 总共四条 麻变的一个样子 组成的这么一个镯子 文是非常清楚 细鳞同环的环身 连续分布四道绳纹 极具地域特色 在云南地区 这类绳边纹饰 被称为藤条纹 然后再沿着这个镯子的外围 基本是等距离的 分布了六个扭状的东西 这六个扭状的东西 就是为了来放这个铃铛 形成了六个铃铛 那么就铃铛来讲 它本身里边有个横桥 横桥下会下垂一根铃蛇 在摆动的过程当中 就发出碰撞的声音 就很清脆的声音 如此装置 能在摆动中 发出清脆的声响 关于巫师的证据陆续出现 考古队员非常开心 还有没有其他证据 那天我们去找那个老先生 首先最初是他在那儿坐的那天 然后坐了以后他很粗糙嘛 然后我就把他撵上去了 我说你上去坐着我来 狭窄的土洞木道 发觉异常艰难 为了最大限度地 保证文物出土时的完整性 王黎锐亲自动手 又一件器物出现了 然后就掏出来 掏出来以后 我抬上去给他们看 看了以后 但是一部分同志 就认为是个铜钟残了 从残损部分观察 这是一件较宽的圆环 由于发现时 残损得非常厉害 大家都认为 这是一件铜钟 但王黎锐却不这么认为 这个铜钟是错的 这个铜钟就是我说的腿环 从出土位置看 人环就出现在 牧主人的脚踝处 王黎锐推测 这是一个腿环 到底谁的推测 才是正确答案呢 继续清理 考古队员在另一边 也发现了一件 同样的腿环 并且这一件腿环上 再一次系有相似的铜铃 鸡铃腿环 后来我在M2的那个文章里面 写的就已经把它纠正了 手环和这个腿环当中 都发现了这个小铜铃 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最初的时候 我们没有这些发现之前 我们其实上是认为 它是单个的存在的 但是后来正因为 有了这些发现以后 就认为它作为单个 器物存在的可能性 相对变小 大电山M2号墓主人 一位健壮的成年男性 如此装扮 如此下葬 绝不会是一次偶然为之 但由于上千年的埋藏 很多正取早已腐朽 化为泥土 考古队员无法继续探修 但在今天 一些云南瑶族和湘西土家族同胞 仍在跳着一种古老的铜铃舞 在民俗学专家眼中 这种用铜铃 跳铜铃的舞蹈 常常出现在古老的祭祀中 以此沟通神明 获得祖先的庇佑 周里也曾记载 祭祀需要配有礼乐 才能天人沟通 虽然大电山M2号墓主人的身份 至今没有定论 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的想象 或许在千年前的某天 大电山顶 M2号墓主人 曾戴上手环和腿环 将铜纸铃一一套上手指 手持四鸟铜月 他随风而舞 铜铃发出清脆的声响 高高举起四鸟铜月 敬天祭地 屈获祈福 然而 随着清理的推进 考古团员发现 M2号墓主人 可能不仅仅是一名巫师 他还有别的身份 M1号墓主人 per sanctuary